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重庆白鹤粮水下博物馆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研学、讲座、寻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强白鹤粮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同时推进白鹤粮提课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据悉,位于重庆市福林区长江段江心下的白鹤粮水下博物馆是世界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址类博物馆。 该博物馆因白鹤粮提课闻名,白鹤粮是长江中一道长1600米平均宽度15米的天然石粮,粮上刻有自公元763年至1963年间的提课,记录了长江福林段1200余年间的枯水水文,及具水文科学价值。 记者了解到,目前白鹤粮水下博物馆以白鹤粮提课保护与利用为主线,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江波告诉中心社记者,白鹤粮提课本身的价值、保护状况和展示方式都非常吻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白鹤粮这个时刻,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全世界都是特别珍贵的水文档案资料,所以遗产价值巨大,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现在是在水底下,能够建一个水下博物馆,让普通的观众能够亲身体验到,它可接触到,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你可以在没有学潜水,在没有学游泳的情况下,近距离地接触到水下文化遗产。 第三个就是,它不光是它的水文价值,还包括它的书法价值都是巨大的,而普通的青少年都会亲身体验到。 据悉,三峡水库蓄水后,为避免白鹤粮提克被永远淹没于江底,2003年起,国家启动了白鹤粮提克保护工程,历时六年,在白鹤粮遗址上新建了一个巨大的无压容器罩,形成水下保护体,加以保护。 白鹤粮水下博物馆副馆长杨邦德告诉记者,造体内部的水质对提克有直接影响。 水质的问题,水质对提克的影响问题,包括温度啊,光照啊,石度啊,这些我们都有很多事要做的。 冬天的时候,三峡蓄水,白鹤粮外面的长江水是最稳定的,高度,透明度,昏浊度都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造体里面的水是最稳定的,最清澈的。 这段时间,长江外面的水,造体外面的水,它是不断变化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它的昏浊程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里面的那种水的透光度的话,它也是有季节性的变化的。 在以水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为主题的2019白鹤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来自全球的近百位水利领域专家学者也为白鹤粮水文化遗产保护,建言献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水博物馆网络执行董事艾里·魏托·尤利西斯告诉记者, 白鹤粮提克是国际社会研究水文化保护的样本, 他个人比较关注照体内的水质和水循环等问题。 首先,最好是一种很专门的变化, 一种产品的水运来的水, 一种改造的一种改造的水平, 一种改造的一种改造的这种改造的规模, 一种改造的一种改造的一种改造的楼, 一种改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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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热炼。 谢谢大家